600万美元投资获得肆意回报 这就是科比·布莱恩特的远见着实 2014年还是球员科比提前为自己的商业版图布局 以600万美元投资了某运动饮料品牌 占股10% 也正是在科比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号召力下 品牌效应发展逊目 除了科比为品牌尽职性质的宣传外 还招募了多名NBA球员为其代言 直至2018年 此运动品牌饮料的销量已成功起身美为第二 仅次于可口可乐 虽然此前可口可乐有心想要收购它们 但还是对公司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因为在公司看来 有科比的存在 未来必将一场宏图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科比的不幸离世令人唏嘘的同时 也让公司不得不认清现实 少了这位伟大球员的庇护 品牌效应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鉴于公司对未来发展的考量 最终决定统一了被收获的方案 以80亿美元的价格 将品牌出售给了可口可乐的公司 而为了像股东之一 为品牌做出巨大贡献的 以不求心科比·布拉恩特致敬 收购公告是在美国东部时间的 上午8点24分发布的 而鉴于科比持有公司10%的股份 他的家人将获得此次出售 通过股权稀释后 带来的巨额意外之财 600万美元的投资 最终将获得4亿美元的回报 很显然 科比的商业头脑和眼睛着实 令人钦佩 同时也感叹 即使科比已经不在 但他还是无时无刻地在服家人周全 相信科比的家人定会再次感激 这位NBA传奇人物 为他们所做的一切